我們看到今天818的裁決 那麼多位民主派的一些前議員 一些重量級的人物 前輩和黎智英 這樣的判刑 我自己都覺得是比較重的 尤其是李卓人 歐樂軒 何秀蘭和黎智英 他們是要判囚禁 其餘的 譬如說吳可怡 李卓明他們就是判刑 但是就一個換刑 當然如果你說收窄到一個程度 是那個動作有沒有 即是那個遊行 有沒有申請 有沒有得到獲得批准 當然在那一刻來說可以這樣說是沒有 但是整個過程 整個事件 大家要看回是因為721的 即是元朗的襲擊 令到市民其實很不滿 很憤怒 從而將民怨推到去 譬如8月18日的遊行裏面 其實說的是數以百萬的 即是過百萬的市民 在那天龐陀大雨之下是擠滿了維園、銅鑼灣、灣仔、金鐘一帶的地方 那是一個和平的集會 以及是一個都是和平的遊行來的 那我相信 即是法官 我希望 法官不只是看一個位置 或者看一刻他們有沒有所謂非法集結 或者是叫做一個未經規中的集結 而是說其實他們都希望是抒發一下市民 即是對政府 或者對當時說的不單只是五大訴求 是說的是721元朗的襲擊的一些不滿 我想有一點宣示 或者書法的渠道 但是換來這次這麼強硬 或者挺嚴重的判刑 我想何俊仁都說過 以往一些類似的集結 或者類似的非法集會 有可能是判罰款 或者其他 比如說一些非監禁式的刑期 而這次重判這麼多位 而當中其實他們都是很年長的了 還有也都看到 究竟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有緩刑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沒有緩刑 一定是要去監禁呢 其實都看不到有什麼邏輯在那裡 即是你說 難道何秀蘭 李卓人對公運 對弱勢社群是沒有貢獻嗎 李卓人在說三、四十年的工會運動裡面 其實都幫了不少的工友 何秀蘭在議會裡面幫弱勢社群 跨性別人士 或者這些 其實他們都是有他們的社會的貢獻 或者是工作在那裡 為什麼他們又不得到這個叫做換刑呢 其實這個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他們問是怎樣 我們當然覺得這個判決是 都是比較重的一個出手 我想對於黎智英 或者對於《一傳媒集團》 或者《蘋果日報》的追擊 我相信是會陸續有來 在過去說的是黎智英本人 個人的控告 但是這次鄧炳強在早一天的《國安法教育日》裡面 都不點名的批評 這些說假新聞啊 做假新聞啊 我們會追究啊 其實是不是預示了會對《蘋果日報》 無論是網上還是網下 即是說是網下即是說實體的紙張的媒體 或者是日後他在說的 比如網上的平台 Apps的應用程式的平台 其實都會予以取締呢 這個當然我們是非常擔心 因為在說主流的媒體 或者叫做傳統的媒體當中 被視為仍然是叫做反對的陣營啊 或者叫做異見聲音的話 我就拍了少見少了 其他的一些主流媒體 無論是報紙 電視 電台 其實都是很有歸邊的情況 所以我也是相當擔心 就是《蘋果日報》最後一個叫做異見聲音的陣地 會是被取締 可能用《國安法》也好 用其他方式也好 而更加嚴重的就是可能在說網上的網禁 網禁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想著 市民也都在想著 你將一些罪名去推下去媒體 比如《蘋果日報》這樣 但是他的目的是 他要控制人心 但是如果一旦控制不了人心的時候 到最後可能都是要繼續壓下去 所以當然要向網絡的賣手 網媒 可能是網媒會第一 就是下一個衝擊的對象 甚至是網絡的自由 就是說究竟我們還可以自由上網 去到海外的地方 去到接收一些不同的信息 那這個網絡的自由 或者資訊的自由 都會不會是被收窄呢? 或者會不會都成為下一個是整治的對象呢? 這個我自己也是相當擔心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當然對於香港 這個就不是講經濟 這個不是講政治 而是講經濟 經濟上來說很多金融 商界 投資 投資銀行等等 這些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是絕對大的影響 就是不要想著 我政治上我就網禁 其實是會令到連帶性商界 金融業等等都會受害 我覺得如果政府要走到這一步的話 就真的會出現大攬炒的情況 寒蟬效應已經出現了 其實在各個領域 或者各個的專業界別 或者上面都已經出現了 教師 社工 公務員 以至到從政的朋友 其實都已經出現了 用不同的 比如國安法也好 其他的法例也好 以至到一些專業操守的框架 就是要把教師去除牌 把社工去除牌 甚至這些 其實都可能會用到 當然這個是很可悲的情況 比如說把這些黨禁 或者是一些叫做 剛才李光綁承過的被迫聲恐怖 使得大家都是收聲的 那我想這個是 將香港呢 是不單止推向... 就是香港從來都沒有試過這樣的 可能將香港推到 變成了當年的 講著 國民黨壓制共產黨的年代 或者是台灣在解除戒嚴之前的情況 或者其他的極權國家會有一些對於公民社會的一些影響 或者施壓的情況 這個我相信是有這樣的可能會出現 當然我們不期望是這樣 但是這個走下去的話 我自己也是相當擔心的 你剛才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忘了了 不好意思 國際上跟香港社會的反應 兩方面 香港社會的反應 我想都可以這麼說 都會預了是政府會這樣判的了 我想我們身邊的朋友 或者所想到的就是 國際社會當然 其實為什麼不判李柱銘、何俊銘入獄呢? 其實會不會都是一個計算呢? 當我不希望法官 那我再說多次了 對於國際來說當然會是一個大的影響 譬如說何俊仁 李柱銘、何俊仁 今次得以換刑 會不會都是一個信息呢? 我當然不希望是這樣 因為法官的判案應該是就著個案情、就著個背景去作出判刑 作出審訊 但是剛剛也恰巧就是一個或者兩個 國際比較知名的人士 當然除了黎智英之外 國際知名的 例如馬田的李柱銘 他們都沒有入獄 會不會都是想在國際社會裡面留一手呢? 這個我相信 我感覺上會是這樣 但實際上是不是呢? 這個就是要問法官才不知 但是當然對海外的媒體來說 這個也都已經是相當震撼 因為被捕的或者判刑的朋友 其實都是對於香港裡面的一個很知名 也都是很長期的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就是長毛、李柱銘這些 其實都可以這麼說 在國際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地位 香港的政治人馬 好像任先生你會怎麼看這個處境呢? 未來的政治路要怎麼走下去呢? 例如現在大家都關注區議會的宣誓條例 甚至是選舉方案 我想其實都是有一定的悲觀的 因為正如你剛才所說 區議會接下來都會宣誓 而宣誓當中究竟那條紅線在哪裡? 或者會不會是追究 究竟會追究什麼? 這個其實都是未知之數 我想還有沒有人會願意出來說 或者一些社會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其實都已經是製造了一個寒蟬效應或者一個壓力在這裡 對於從政的我們 當然我們都是唯有見步行步 唯有只能夠 我自己來講 盡我們能力去做多少就多少 會參選立法會或者他繼續向這個政治路呢? 參選立法會我個人都真的不大期望 或者根本也暫時都沒有這個議員在這裡 畢竟也都說進閘要拿選委會的五大界別的提名 其實也都是不容易 這樣 這個不容易也都有一些違心 因為你說找提名提名 其實說的是應該跟你政治理念 跟你想法是接近的人 他去提名你 而且很明顯 那些尤其是第五界別的 這個人大政協界的 那我想他們的想法和我們的想法都很難言不及的時候 就是我怎樣去找他們去提名呢? 而反過來他提名我們的 我們覺得也都接受他提名的時候 會不會也都變成了一個混水的當中呢? 這個我們都要去考慮 而更加看就是 究竟現在進到議會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 被... 直接不是建制 是說的是跟中央密切關係的人員 已經是成為了立法會裡面最大的黨派 可以這麼說 或者甚至受到他很高度的影響 那這些已經甚至都不是香港... 究竟是不是還是在香港的利益去說話呢? 那這個我們都不敢肯定的時候 究竟在立法會裡面我們還可以做到多少呢? 那...當然我暫時今天我只能夠這麼說 我或者新民主同盟都沒有一個會去參選 或者參與未來的12月的選舉那個意向 但是...也都這麼說的呢? 現在... 嗯... 我們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市民支持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那當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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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拭目以待啦 究竟接下來怎樣去處理這些... 這麼尖銳的政治問題 那...會有或者市民的那個看法是怎樣的 這個我們都會去... 就是...去收集這些意見回來啦 那...那三個...我們新聞主同盟的... 就是被捕的朋友 那其實... 就是...我們都...有分別探過他們呢 那...我們都...有分別探過他們呢 那麼...近來這個狀況都... 都...精神的狀態都是理想... 都不顯然這麼說 就是...是...是精神啦 不過當然也都不容易過啦 那麼...那...那... 那...Garry就... 就經常在肉中裡面做健身 也都將一些...他做健身的一些... 的...狀態呢 那...他就用他的... 圓筆... 用他的畫紙呢 是畫了出來 那麼...也都記回出來 我們...就是寄回出來啦 那...家人裡面收到 也都放了上去... 范國威這個專頁那裡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 Facebook的專頁 那...如果大家... 都想看看的話呢 都可以呢... 是... 他的專頁就... 劉阿賢啦 那麼... 另外... 兩位的同事都... 都積極是看書 那麼...因為... 我們都入了一些... 我們的家屬啊... 或者我們的朋友 都入了很多圖書給他們 那麼...那些圖書都是關於... 社會啊...都要關於...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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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新聞主同盟... 未來的發展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 我們... 現在的... 維維維節... 現階段... 現在的... 維維節之前的... 討論呢... 我們都... 仍然會... 繼續... 黨的運作的... 但是... 究竟怎麼樣去... 再走下去呢? 那麼... 其實我們都... 做一個... 很... 仔細的討論...